欸 新遊戲上了 我們一起來玩 好啊 欸 好擠喔 欸 高小朋友 欸 等一下 我有妙招 大家好 我是電踏少女貝爾 在貝爾的手上是一台 Easy Case Bean J2 它是一台可以隨身攜帶的投影機喔 是不是跟我們平常在天花板上面 看到那很大一台的投影機很不一樣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外觀 它的大小比兩個綠箔包還要小一點點 配件有一個充電線跟一個遙控器 那 Easy Case Bean J2 外表它就是很簡潔的白色 機身上有蠻氣圈的孔位 除了充電孔它還有一個USB的孔 可以讓你接線直接投手機的畫面 那另外還有一個HDMI的孔 你可以用HDMI線把電腦的畫面 或是Switch的畫面投射出去 那最旁邊還有一個3.5mm的孔 可以讓你接喇叭或是接耳機 那不接也可以喔 因為它機身裡面就有內建喇叭 可以發出聲音 操作上很簡單 有幾種方式可以連線到投影機上面 我們先以iPhone來做示範 第一種是有線連接 你用充手機的充電線 插上去就可以直接把手機的畫面直接投影囉 是一個最直覺快速的方法 第二種則是用Wi-Fi的方式連線 連Wi-Fi的時候就直接選擇這台設備的名稱 然後你就輸入它的密碼就可以連上 接著再用AirPlay的方式投影就可以囉 再有連接到Wi-Fi的情況下 你也可以直接使用EasyCase的App 以無線的方式投影 在App裡面你就可以看YouTube喔 這樣在投影的時候 你還可以跳出去手機的畫面 繼續用手機喔 再來以Android為示範 第一種一樣是用充電線連接 接著你要進到EasyCase的App 然後按右上角中間的圖示 點進去後你選擇USB偵措或是USB網路共用就可以囉 第二種也是用Wi-Fi的方式連接 連彎進到EasyCase的App裡面 按右上角的設備 選擇這台投影機 就可以從App裡面投影囉 第三種方式是用Android內建的無線投影 貝爾在這邊要提醒大家 不同的手機品牌它開啟無線投影的方式不同 在這邊貝爾就要用Samsung S9 Plus為大家做示範 現在投影首頁選安卓無線投影屏 你接著在手機上開啟通知版面 然後找到Smart View 接著選裝置名稱 你就可以順利的投影上去囉 如果你哪一天要外出辦公 你用HDMI線然後選擇高畫質 就可以用電腦投影喔 或是你直接把檔案放進USB裡面 插上去也可以輕鬆投影 那你偶爾跟朋友在戶外錄影 也可以用它來投影Switch的畫面 那你就不用擠在一起看小小的螢幕啊 投影上去後機身上有一個調教鍵 在這邊可以調整清晰度 EasyCase Beam J2它自己有一個畫面自動調教的功能 如果你有特別墊高投影機啊 它就會偵測你的牆面 把投影的畫面呢 調整成最接近四方形 那如果你覺得還是不夠滿意的話 在進階設定也可以自己手動調整 EasyCase Beam J2有300的流明度 大家在開燈的情況下 應該看我已經蠻清楚了吧 那如果要畫面更清晰你可以關燈 看它的畫面有沒有更清楚 對比度更高啦 那它支援的標準解析度有854x480 在未插電的情況下呢 充飽電它大概可以看完一部電影 大概是兩個小時可以不用接電源 那如果你一開始就開啟它的省電模式 它會把畫面整體的亮度調按 省電模式在貝爾的測試下呢 大概可以持續觀看五個小時多的影片啦 EasyCase Beam J2它的體積這麼小 那它的重量大概是380g 你要放進公式包或者隨身包包都可以喔 那它就是蠻適合商務人士 或是你偶爾跟朋友出去玩的時候 手機、電腦、遊戲機它都可以投影 重點是它連接的方式很簡單 用線連接是最快速最可以即時同步的喔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也記得給我們like 別忘記訂閱電台上網的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才能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大家掰掰 你們待會兒